选前之夜在新北市巴黎区台64间附近出现了一大群汽机车聚众竞速 看到警方到场蓝茶他们到处窜逃 连闯红灯还逆向行事 警方最后逮到了八名涉案骑士通通被带回警局 不止三人涉及公共危险罪嫌被送办 多项交通违规挨罚金额更是高达八万多元 三台机车违规逆向警车追上前却跑给警察追 远近某案喇叭歧视就是不停 一个回转分头逃 精力不够能抓多少是多少 远近逃不掉只好假意配合 但就是不承认有违规行为 再怎么狡辩也没用证据会说话 密录器全都录 这才改口声称太紧张 我们密录器都有录到 跑给警察追 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是太紧张了 13号凌晨一点多新北市巴黎区台六十四线周围 有将近二十多台汽机车禁诉 见警方道场取地 他们就开始到处窜逃 最后成功带到八人 其中五人还是未成年 根本无照 竟然查脱部汽机车后 共查脱三人涉及危险驾车行为 标车骑士连闯红灯 逆向躲紧遮蔽车牌 没戴安全帽 违规一楼筐 帮他们算一算这下恐怕要吃上八万八千七百元罚单 选前之夜相救飙车 不只被开罚 三名男子还要被移公共威胁罪送办 记者王湘张世奎新闻报道